今天我會跟大家介紹最新的航拍機 娜姐 娜姐 不是這一棟 Mavic Pro 是這一棟 沒看錯 只要褲袋大一點點 是真的可以塞進這部 摺得起來的Mavic Pro 不過這麼小一部 會不會沒有料到的 開了備障功能 機器就感受到前面30公尺範圍 如果有障礙物 Mavic Pro 就會站定定在那裡 還有 螢幕都會出現紅色警告 向前 我不斷向前都向前不到 證明它的避障功能是有效的 就算飛遠了 見不到機器 都沒那麼容易出事 跨我 我抓了 跟Phantom 4一樣 這部機仔都會追蹤 除了有自衛追蹤 還有Gesture Mode 方便自拍 不用按鈕 我做了是不是 耶 我在這裡 在追蹤那時 只要個人做一些特定的手勢 機器識別到 就曉得拍照 這麼定 因為Mavic Pro 用了GPS和Glonus定位 機底還有感應器 所以無論在室內或戶外 機器都不會飄來飄去 作為一個女生 我覺得這部機器是容易操控的 而且它還很輕 比這支750米的水 不過7000多元真的很貴 即是便宜過Phantom 4市價一點點 雖然同樣都支援4K 但無論拍片或拍照 畫質都是差一節 本生活 落花記 安華-K 74% Batteries left Take off Take off 來